西主宴情韓趙薇 就當中韓好像跟你的名字有關係 我在想 你在裡面是不是也就是像韓國一樣 就是地域很少真的被人家欺負 有沒有這種感覺 整個處境是這樣子 然後我在戲裡面就一直韓 一直就是 對 因為我是演曾大韓 那曾大韓這個角色其實就是一個有容乃大的一個人 但是因為這個男性角色比較少 女性角色比較眾多 所以說難免在處境上面比較岌岌可危一點 是 就是一個三中男子 就是中年男子 中階主管還有中產階級 那麼同樣啊 Melody我也想要問一下講說 因為其實要演出我家是戰國 感覺起來也必須要有一些自己親身的體驗對不對 所以在兩位在家裡面也有那種 一句話變戰國的感覺嗎 Melody先講一下 你是說 大家好 我是Melody 你是說 你是說在戲裡面嗎 還是在我真實生活當中 真實生活 真實生活當中 你不知道我結婚十年了嗎 我老公吳先生 常常會講一些話惹惱我 他講說 啊 你今年是三十 你今年是BEP歲了嗎 我以為你還28歲耶 你現在這麼早了嗎 你現在是三十是什麼BEP歲 你不交易我嗎 你不交易我嗎 你交易我交易我以前嗎 三十幾歲 你覺得我三十幾歲 你 你怎麼看也不過就是快三十還不到三十 你看 你是不是會講 你沒有接生 對啊 所以就講年齡就是個底線對不對 好 那 謝謝你我們家裡有沒有一句話變這樣 你們的 跟他一樣 我的底線也就是年齡 有沒有 其實我們家 我覺得底線一定有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有小孩嘛 我覺得底線就是說 你看 孩子會這樣都是因為跟你學的 這就是我的底線 不能說每次進步獎 都是我太太去學校開會 然後每次退步 退步當然沒有獎 退步的開家長會 都是 我的成本 誠懇呼籲我的原配 我的太太 每次學校光榮都歸於你 然後我每次去都被老師罵到臭頭 我覺得這很不合理 你知道嗎 孩子是 你兒子你shut up 這個人一定是感同身受 可能會不會太慘 在光鮮亮麗的那個 背後其實有著不為人知的心酸 我看他寫專欄真的是這樣 就是有一些不為人知的心酸 的確人死 是說我梅忠先生嗎 我沒有這樣說梅忠哥 有了 你看那邊也是王韋忠先生 對不對 每天最早到攝影棚 最晚也不願意離開 為什麼 因為家裡沒有一個人會打你 你怎麼這樣子想 韋忠哥來我最開心了 他家戲教好多喔 好精采 謝謝韋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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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想要知道說 在這個拍我家事站 我說 感覺起來是煙香味十足 那家裡面好像沒一刻寧靜 有沒有比較印象深刻的 哪一場戲比較深刻 那我 小五哥先講 你先你先 我要想一想 我現在記不起來 煙香味就是爭吵 我知道你不用翻譯 我聽得懂 我個人覺得煙香味比較重 然後比較火力四射的 當然了在客廳裡面 跟這個媽媽 還有跟妹妹 和姐 對大家在討論一些家事 我覺得煙香味比較重的 應該是我跟妹妹兩個單獨 在一個 五乘三的一張小床下面 煙香味比較重 幾次控制不了自己衝動的情緒 當場差點累死了床單 是累 但是 跟妹妹從來沒有合作過 好不好看 真好看 她終於轉過去了 跟妹妹從來沒有合作過 第一次與她合作 相當相當的驚艷 驚訝的驚艷 驚艷的驚艷 在床上也令我驚艷 多麼希望能夠一直續這個緣分 如果她老公胡先生不介意的話 我其實也可以感性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好 我還好聽聽看 Malady笑起來了嗎 還是剛剛那影鬧又忘了 我現在想起來了 我其實跟小五哥曾大涵第一次合作 我非常的開心 然後我也覺得非常的精彩 每一次我看到翻表 今天一天都是張家晴跟曾大涵 我回家就要特別的想一想 明天這個戲我到底要怎麼演 因為大家都知道小五哥是戲精嘛 所以他蕊戲跟他正式拍戲的時候 是完全兩馬子式 所以常常我們也只能接受 他跌倒的東西 有一場床戲 這可以講嘛 有一場床戲 有時候我突然加了一個戲說 欸那個曾大涵啊 你進來的時候你要稍微 好像是搔癢 你進門的時候要記得搔癢 不是進來的時候要記得搔癢 你應該真的懂就好了嗎 他對你講的是進門 進門好 進門 然後呢我們那時候在Rae的時候 好像我 我一反射動作他就放走了 真的是來我整個人是好像被拖下床一樣 整個人往後仰也做不起來 真的是氣死我死了好多細胞 他幾度不可自保 他剛剛自己講 所以可以請用 幾度衝動我並沒有說幾度不可自保 幾度衝動 好嘞 接下來我們要讓大家呢 一塊來看另外一個高潮 另外一個記者會的高潮 那麼大家當中呢就要來看到 好多細胞